響應422世界地球日 为了唤起大众对环保议题的重视 也关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陣升台中台今天特别举办 爱的驱动城市 攜手落实SDGs关怀行动 号召大理、太平、雾峰三区的驱攻所及农会 共同以实际行动关怀弱势族群 雾峰农会可以参与这次陣升台中台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来关怀更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地方的乡亲们 那乌峰农会本来就是一个公益性社团 那我们过去也是秉持的 对这个社区在地的关怀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能力来帮助地方 不管是在农民或是弱势 今天很高兴代表我们的市长卢秀燕 到这边与我们乌峰农会总干事 黄总干事还有正升广播台中台 一起来关怀我们的妇女士 公所这边也特别支送了石墨烯的棉被 还有民生物资一起来关心 依早各区的区长及农会总干事 分别来到辖内的高关怀家庭探视 除了给予红包慰问金提供民生物资 电台也特别发送爱心礼金 并邀请厂商捐赠日常生活用品给关怀户 现场充满温馨氛围 非常感谢我们正宗公布电台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知道STJ是落实关态行动 联合落实关态行动 最主要是要消灭贫穷及终结 终结贫穷及消灭饥饿 趁这个活动炮砖引运 大众来重视这个问题 贫穷及饥饿问题 我们代理农会为了也要来响应 这个有意义的社会关怀的一个公益活动 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 我们的关怀礼金每一户2000元 给予我们的一个关怀物资 亲自来到我们关怀户家中来关怀慰问 来支持这样有意义的一个社会公益的一个活动 难得家中多了这么多的客人 受惠民众是乐开怀 受到物资后更是批评道谢 感谢大家的爱心 让他们深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情 那我们在我们的太平区 我们的一前路社会住宅 大家把相关的爱心的物资 跟我们的这个小礼物 包括我们卫问金 来表示我们对我们所有 我们低收入户家庭的关心 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我们的市民们 他们需要帮助的 其实可以利用我们的所有的管道 来共同给他们一个鼓励 给他们一个关怀 相信我们的关怀 给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来对以后的生活更好的一个打拼 台中台台长张汉阳表示 本次活动呼应联合国终结贫穷 消除饥饿 健康与福祉 与多运伙伴关系等四项永续发展目标 非常谢谢独打环卫科技 本草自然生计 以及台中市太平区 永城长邑弱势关怀协会 共襄盛举 展现企业公益精神 期盼借此炮砖引玉 传递更多善与爱 以上新闻由正成天台记者林安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